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国华人社团联合会主席陆强 美国大洛杉矶促进中国统一联合会主席刘建明 罗审中华会馆主席谭君龙纷纷上台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词 以表达对刘建总领事的热情欢迎和期盼 美国华人社团联合会理事长张素九介绍了刘建总领事及其夫人陈晓琳 刘建总领事表示 今天在这里与洛杉矶各界侨胞相聚一堂 感谢大家精心准备的这一场欢迎晚宴 感到既友好热情又亲切温馨 这几天分别走访了当地的郑界和桥界 了解了很多情况 也结识了很多朋友 已经开始适应在这个美丽而富有活力的城市的新生活 虽然自己来洛杉矶时间并不长 但是所见所闻感触颇多 对侨胞们在这里事业有成感到高兴 为侨胞们融入主流服务社区感到骄傲 为侨胞们爱国爱乡 情细故土感到钦佩 这几天分别走访了当地的政界和桥界 了解了很多情况 也结识了很多朋友 我深刻地感到 大家对进一步推进中美的合作 很高的期盼和热情 同时我也深刻感到 让大家对中国非常地友好的热情 我正想给我们洛杉矶的 找到淘宝 还有一些 他们给我们很热情的欢迎 同时我从他们身上也学到了很多东西 特别是我对大家自强不息 监护商业 团结互助 外国爱乡的这种风貌 我感到如中的欣沛 洛杉矶是我们有个第二大都市 应该是中美两国重要的经贸 我们叫这个窗户 中美高的重视 加强洛杉矶的合作 那么我想在这里 我也会跟乔房们一起 推进中美和地方合作 做出的目的 今天很高气 我们南加州的华伦华桥 将近西开五十五桌 在这边欢迎我们新的刘建大使 和他的夫人 相信这是我们今天 桥界的大事 我们希望新的中美市来以后 对我们的桥界的团结和谐 发挥更大的作用 然后也希望大使来以后 促进中美之间的交流 使得我们进入更新的一个台阶 今天我们在这个金刀海神工 抱着我们传统教室 岳前聊星球 一起来欢迎我们这个刘建总领事 因为我们传统教室 在洛杉矶的历史非常悠久 718多年的历史 一直以来呢 我们对这个主播呢 非常的支持 就是我们见到这个新人的总领事到来 我们感到好高庆 我们应该给他支持 陈大使呢 从7月12号到了洛杉矶 然后就展开了密集的工作和访问 拜访了各个政要和各个社团 在7月25号在拜访美法总的那个茶叙会上 他也特别赞扬了南加桥色有长龙博夫 是精英慧萃 所以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鼓励 同时呢 他也赞扬这些侨胞积极的人物 促进美中发展的有限的工作 所以对我们的这些倡议桥界的各项活动 侨胞给予很大的鼓励和肯定 所以呢 我觉得我们的付出是值得的